蜜琴技是一款以淡水骨雞為主題的實驚遊戲 適合約兩到三人一情同行闖關 並且要遵守以下規則 準備好的話我們就開始吧 嘿大家好我是馬骨雞 我今天來到淡水要帶大家探訪我爺爺奶奶年輕時的愛情故事 大家好我也是馬骨雞 我今天到淡水也要帶大家來探訪我爺爺奶奶年輕時的愛情 欸你們也是馬骨雞喔我也是耶 我今天也要來帶大家探訪我爺爺奶奶的愛情故事 好啦好啦大家都先安靜 就請三位帶我們一起來體驗咪情緒吧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淡水知名骨雞紅毛城 在我爺爺奶奶那個時候這邊是英國領事館 而且這邊經歷了非常多政權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解題吧 我在船屋所接待的長官國籍 他是這邊所經歷的第幾個政權呢 跟著故事我們前面走過的船屋紅毛城失戀橋來到了小白宮 我覺得在密行機的時候就是快速的探索淡水的一些古蹟啊 然後就是認識一下淡水這個地方 密行機你要找你的好朋友一起去 之後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這樣 就算還是要教一個小小的功課 但是大家都是很輕鬆的心情在做這樣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淡水的禮拜堂 是的 那這裡以前是洋人的活動範圍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讓我們認識這些歷史 故事寫的會讓人就想更深入了解它的裡面的故事 在這個過程中就是除了認識到淡水的一些風土民情之外 然後也可以跟朋友增進感情這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啊 因為就是平常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也不會去接觸到有些古蹟啊歷史啊文化這些東西這樣 因為藉由這個密行機可以更深深深地去認識淡水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在來到廟宇參觀的同時 請記得不要打擾其他鄉客及聲明唷 最後還有一個彩蛋等你來揭曉唷 一路上總共有很多景點 像是紅毛層啊 服用工嘛 金水岩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最後驚喜驚訝的地方 對 最後地點 其實在一路上這樣走過來啊 對我對淡水的了解是更多的 是是是 有很多粉絲啊 對 還不錯玩 對喔 那你準備好來跟我們一起玩了嗎 密行機它的源頭其實是在 服務創新與設計這門課 那這門課的重點其實就是想要 傳達設計思考這個方法給學生 那我們需要有實作的專題 所以當時其實我們就想說 那用實境遊戲的方式來做服務創新 那做什麼創新呢 其實淡水有非常多的導覽的服務 可是其實在這種人口眾多需求很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需要自己去探索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用實境遊戲的方式提供一個 制導式的文化參訪服務 希望透過密行機這一本書 能夠讓學生非常簡單非常具體 能夠去透視他整個所在的場域 到底他有多少的歷史背景 多少的人文素養 那因為這樣的東西呢 所以呢學生在很短時間去了解整個大淡水 當然最後我們是期待 是他在這個場域能夠越在地 他就能夠越國際 因為從在地到國際 使得我們所有的學生進到淡江大學 他大一呢 當然就是淡江的 我們希望他大師呢 變成淡水人 最後期待的 他畢業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國際的 可說中文靜寺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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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